无论是坊间还是政府,大家对纳米楼或劏房都没有好的印象。为了解决劏房问题,特区政府前年底成立了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,劏房租管小组,研究劏房实施租务管制的可行性。 最近发展局局长黄伟伦更称会考虑施楼项目卖地时加入条款,为面积设限,最少为200或210方尺,以图限制纳米楼的供应。 然而,无论是纳米楼还是劏房,这些小细面积单位供应的起起跌跌,其实都只是反映了香港家庭对这类施楼的需求转变。 大致上,这类需求变化可分为两大类。首先,香港家庭越来越小,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。在1966年香港差不多四成的家庭有六人或以上的成员。 但随着社会和经济进步,大家庭在香港已漸漸消失。现在六人以上的大家庭基本上已是绝无紧有。 反而二至三人家庭,无子女或只有一名子女,已成为主流。 面积较小的单位于是有其需求支持。另外,香港经济在80年代起飞。家庭平均收入不断上升。 这些家庭亦有小屋搬大屋的需求。有需求自然就有供应。 这是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。 从差在物业股价处公布各类单位历年的供应量。 我们可以看到地产商如何回应这些需求的变化。 在80年代初当大家收入不高而又响应政府生两个够小数的同时。 地产商主力供应的大部分是400方尺以下的细单位。 沙田第一成的395方尺细单位可算是最佳代表。 在后来经济起飞本地中产对C楼面积有所需求。 不少家庭都由小屋搬大屋。 中价的B类单位,40至70方米。 即约430至750方尺,则大行其道主导了市场的供应。 有趣的是,自2015年在A类型的小单位,40方米以下,供应升幅是远超其他类型的单位。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,在私人市场里,发展双眼见近年不少年轻人独身的同时,又不想再与父母同住。 在细单位需求大增之下,于是开始集中发展这些有价有市的劏房单位。 这些单位的供求变化对楼价有什么影响呢? 所显示,是我找来历年来本地新楼成交。 再根据差响物业股价储的定义把各住宅以单位面积分类。 A类为小于40方米单位。 B类为40至70方米。 C类为70至100方米。 然后再计算出各类一手单位于1996至2018年期间的平均实用尺价。 当中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值得留意。 首先,各类一手单位的平均尺价由97回归前的5000元左右。 大升两倍至近年超过15000元。 尤其是回归后85000不再存在时, 各类单位的供应都应声大跌。 直接导致酸九朝期间楼价不断上升的局面。 这都显示出香港整体楼市供不应求的情况。 政府在香港2030家号对土地短缺的估算并不离地。 另外,各类单位的尺价升幅并不完全一致。 其中A类一手单位。 面积小于40平方米。 的平均尺价在2008至2011年的升幅明显比其他类型单位要高。 但这些纳米楼。 劏房单位的供应数量在需求大增下也有所上升。 直接令这些细单位的尺价其后回落,并回复平稳。 说到底,无论是纳米楼还是劏房。 他们的尺价和供应其实都是由土地供应和市场决定。 观众多磊价在一起。 维纳米楼是纳米楼。 维纳米楼。 维纳米楼。